該不會 真的有這樣的人 就是 真的就是帶我去試一個廣告 鏡的時候 就是Catsine她就會 比如說那個戲就是 你要喝到一杯咖啡 然後你覺得 哇 好香成很濃 很好喝的感覺 然後她在旁邊呢 她就一直打斷我 就是她會說 卡卡卡 等一下 你這個嘴角 你不要這麼快 就一下子 好交戲對不對 對 她說你不要 一下子就已經笑開來了 你要先微笑15度 再30度 然後你要想像說 哇 你現在是在一片 藍天白雲之下 喝著那個咖啡的感覺 導演過世了嗎 導演 這個感覺很嚴重 她就也是很傻眼 我想說 想說怎麼她一直突然打斷打斷 然後很會 然後她就一直講個不停 她就說我是什麼什麼 戲劇系畢業的 跟你講我這個很會 我臂展的時候還是導演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好好 她說反正這樣不行啦 層次要出來 層次 我就想說 你在外人的面前 講自己的藝人 這是大忌啊 真的 我就覺得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好像就已經在廠商面前 打槍你自己的產品的感覺 那誰要用對不對 對 而且這不是她最誇張的 她到後來受不了了 因為Casting就說 那你好像感覺經驗很豐富 要不要我們等一下 有一個男生的角色 你要不要繼續來試試看 她得逞了 Casting 這是有一點反諷的感覺 是喔 她聽不出來 她覺得是她演得真的很好 她就接了 她說好 OK啊 然後結果 她就自己去寫板子 然後拿著在那邊拍照 然後開始 妳試戲 我就想說 我們就在那邊等她 因為她那天帶了公司 好幾個藝人一起去 然後結果我們全部都在那邊傻眼 然後等她一個人 就是試完這個戲 這種都 最有記憶不太久了 對啊 可是如果有